今日7日早上七时许,酒吧一名车长被发现倒卧于龙湾酒吧车厂的天胎,头部重伤,脚部一骨折,怀曾被车辆撞过。 另一名酒吧职员发现,连忙报警,住,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联合医院抢救,息证不治。 警方将案件列作夺命交通意外,正调查是原因。 现场是临华道一号的酒吧九龙湾车厂天胎,有巴士。 据了解,涉事车长为16M号线酒吧司机,他于年5月入职,原本在今晨四时许当职, 但于今晨七时许其他工有发现倒卧于车厂天胎的行车道上。 当他昏迷,头部凹陷且脚部骨折,其后被送院救治,至今早约八时不治。 案件交由九龙东交通意外特调查队第二队跟进。 事发后酒吧车务总监官至到联合医院了解事件,并协助死者家属。 据悉死的妻子、母亲及义子义女亦赶到医院。 酒吧表示,日约7时30分,一名酒吧职员于九龙湾车厂被发现。 我,公司立即报警,送院后该名员工证实不治。 九,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和哀痛,向员工家属质疑。 深切慰问,以及时派职员到医院,为员工家属提。 一切事切的协助,即配合警方调查,星岛。 TialApp今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彩。 容 容